中方已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案子 分别向家方和美方表明了严正立场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做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中方已经就此事向家方和美方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做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的磋商 这两天我一直也在说 中美双方应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来加紧磋商 争取尽早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 我想我在这里我无法讨论这个涉及到案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在获悉有关情况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提供了领事协助 并向家方和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对方立即对拘押理由做出澄清 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 要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和正当权益 我并不掌握你说的具体的情况 但我想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 如果有关方面有相关的证据 可以向中方提供 我们的有关部门会依法地开展调查 但我们坚决反对在网络安全上 总是进行无端的指责 众所周知 网络安全是个全球性问题 事关各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是黑客攻击等网络安全威胁的主要受害国之一 也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一直与各方就打击网络犯罪保持着密切合作 我们倡导国际社会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合作 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 维护共同利益 首先中国作为案例会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一贯严格认真的执行案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同时我们也反对一国在案例会的框架之外 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 我们的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 另外据我了解 华为方面也已经就遵守有关法律的问题发表了声明 我建议你可以去查阅一下 根据我的了解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 在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提供了领事协助 中方要求家方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 人道主义待遇及合法权益 在没有给出明确理由的情况下 把人进行拘押 我想当然违反了当事人的人权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目前为止家方和美方 都没有对拘押的理由做出过任何澄清 我们希望野门各派 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 抓住当前的机会之窗 以务实和坦诚的态度展开对话 为早日恢复野门的和平稳定和秩序 创造积极有力的氛围和条件 据我了解 李永浩外向访华的主要活动安排 都是在明天 活动后中方都会及时发消息 请你借时予以关注 请你借时予以关注